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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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今年没了就想着把刘海剪掉嘛 就好好斜断着 好好再进步一下 结果没想到我剪完头发 同事看到我说自身怎么感觉 你比之前还好笑 你现在特别像一个民国的车夫 骆驼圣子 我今年回老家嘛 回老家也有很多人过去找我合影吧 大家应该都知道 真的 就当时已经有多少人 就连初中欺负过我的人都去找我合影了 就当时真的很尴尬 我也没想到他还主动破屏说自身 你不会连我也忘了吧 所以我初中的时候可没少找你要钱呀 因为我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离家远 我是在外面租房住 那段时间就经常会有一些高年级同学 过来找我要保护费 要完保护费之后呢就开始打我 就当时我都懵了 我说大哥你倒是保护我呀 而且他们第一次找我要钱 把我拉到一个很黑的角落里 让我面对着墙 然后他们就在我身后问我说 兄弟你有钱吗 我说有 他说你有多少 我说你要多少 他说你又说你现在身上有多少 我说两块五 他说行 就当时我就知道 我说多了 这两块应该就行 而且他这时候问旁边一个人 说你有钱吗 他说没有 走吧 我说你们这么讲道理的吗 但是后来就越来越不讲道理了 就是甚至他们后来开始欺负我的时候 都不给我一个理由 我有一天在被打之前 他们还指着我说了一句说 今天这个事和你没关系 后来我才知道 我那天被欺负 是因为他们其中一个人失恋了 打我散散心 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因为爱情而受伤 但当时我不知道他失恋呀 就是很奇怪 就一个人 他在打你的时候 他泪流满面 而且他在打着打着突然对着我 喊出来一句说 你为什么要抛弃我 一句话把我喊懵了 我说你们这个的占有欲这么强吗 怎么 这是我给别人三块钱的故事 让你知道了 真的很难 但是后来就有人问我说 智盛啊 在那么艰难的时候 你是怎么过来的 其实我当时就相信了一句话 就是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业 避嫌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就你这么一想 心态也都不一样了 他们没打我一下 那都是给我未来的世界 天砖加瓦呀 就有时候打着打着都把我打骄傲了 就是放现在 我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 我都得唱一句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 但后来我就想明白了 我就说这个不好的东西 你无论怎么合理化 它都不会变得合理 所以我后来就去找了我妈 所以说在这里给大家说 如果真有孩子在经历这些 还是要告诉家长 就我妈就找了我的班主任 就很快就帮我把事情解决了 然后我才意识到 这个天将将大任 这个大任指的是我的班主任呀 所以遇到这个事 大家千万不要想着做功用的 也可以找到妈妈 老师 警察她的帮助 他们就是你的正义联盟 谢谢大家 今天的主题啊 退往吧 退往 真的 大家先别退 因为我这高红呀 前段时间我还去演了独行乐球 所以我现在也是29亿票房先生了 所以今天比赛 我可能不是票数最高的 但一定是票房最高的 而且我在那个电影里的表现 怎么说呢 就是你一秒都不能错过 因为总共就三秒 就知道大家周围的人还很羡慕 跟我说是至少 你跟沈腾老师合作开心吗 我说我都没见过沈腾呀 就拍这个电影 我都没落着去片场呀 就是一个人在我们公司 拿这个摄像机对着我 拍了三分钟 给我说 说恭喜徐老师杀青了 我都懵了 我说你这是拍电影了 还是拍短视频了 结果电影一上映 我说这怎么比短视频还短 而且这三秒还上了热搜 徐志胜在独行乐球上 讲脱口秀 十条都快比我的台词长了 关键是还有人在那夸了 说虽然只看了一个片段 但至少的演技疯神了 我都懵了 怎么都疯神了 我还没来得及演呢呀 现在网上真是什么都敢夸 我现在只要在网上 发一些我穿好看衣服的照片 下面的评论全都是 至少大帅哥 太帅了 至少绝美 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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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是你们都把我夸恍惚了 真的 就有时候我都忍不住去问我经理的 我说姐 我最近是不是变得有点太好看了 真的我就想听点真心话 我今天跟我说说至少没有 你就是华众取宠 大家都爱看小丑 我说行了 我清醒了 这个真心话是真难听呀 我当时我都想在我下边都是大帅哥了 那些爱豆下边 还能有什么形容词 当我就去看了 我就发现真的没有形容词 全是老公老公老公 用名词表形容呀 我当时就只剩下一个底线 我就去看了看广志的评论 发现也全是老公 甚至还有几个宝贝 我都梦了 我说我现在不会是全网最后一个大帅哥了吧 而且啊 而且大家真的是就是在网上这么夸我 我特别的不习惯 因为拍马屁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呀 而且大家现在在网上这么夸 真的就把马屁都拍得通货膨胀了 就我身边同事都说我现在夸得没网上好听 就关键网上喊的那些 我也说不出口呀 就以前啊 大家都说我拍马屁是讨好形人可 现在大家都说我拍马屁是费力不讨好形人可 但是夸人总比去吵架好 现在大家网上到处都在吵架 就我最近特别喜欢看修驴题的视频 就是把不好看的驴题和坏的驴题修好嘛 对吧 真的就这在下边大家都在吵架 有说修驴题疼心疼驴的 有说修驴题不疼的 还有在那圈下说驴题肯定不疼 因为这修的是马蹄的 最让我生气的就是下边这个一个夸奖的评论 说这个驴题修完之后真是绝美呀 我咱们都蒙了这是个驴题呀 它怎么也绝美 它最多是脚美呀 真的我有时候挺羡慕这个驴的 有时候真的挺羡慕驴题因为他不会上网 就这些评价他也听不到 你夸我也好骂我也好 爱说啥说啥 反正我的驴题是扎扎实实的变好了 至于你要非要问我的驴题当时是怎么受伤的 可能就是踢了一些不该踢的脑袋吧 谢谢大家我是志胜 谢谢大家我是志胜 最近我老出去录节目真的很受挫 因为唱歌跳舞各种乐器我也都不会 别的节目都急了 这事你除了脱口袖还会啥 你看人家其他节目都各种声光电在台上躲耀眼 我说你要是想要声光电的话 我还会电汉 我这个节目比他们耀眼多了 你都睁不开眼 我从小学电汉是因为我爸想通过这个事 反向鼓励我好好学习 结果没想到我天赋这么强 十岁就会焊铁锹了 村里都轰弄了都出去传 说我们那出了个电汉神童 真的都有人来看我焊铁锹 看完还夸朗说这孩子还真是个吃苦的好苗子 然后我自从学会干电汉之后 我爸就老让我帮他干活 暑假 寒假 周末 边干活边说我 说你不好学习就只能干这个 我说爸 我想好好学习 我没时间呀 而且也没时间学才艺 整天干电汉 就过年的时候我表哥在那里表演双截棍 把我气得呀 偷偷地把他的双截棍焊成了棍 我是没想到这个棍打人也这么疼呀 我在娱乐圈就一直没有找到电汉的用武之地 因为现在的节目都是什么蒙面歌王 蒙面舞王 我就不明白了 你唱个歌 跳个舞 你蒙面干啥呀 电汉才用蒙面呀 我能想到唯一的用处就是你们的CP 避意 避意了 我能给他们汗上 所以我真的我进入这一行真的就误打误撞 我家里也不是按这个方向培养的呀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我是个真正的重地吧少年 就现在很多少年真的不理解重地这个事 前段时间一个少年问我说 志胜哥 你会打农药吗 他其实说的是王者荣耀 我哪知道 我说我会打 从小就打 他说你一般打什么位置 我说我打什么位置主要取决于哪里有虫 他也听明白了 说原来你喜欢打野呀 而且回家老家人也不理解我现在的生活 真的我过年回家跟我说 亲戚跟我说 志胜 在村里给你接了个火 去咱们村养鸡场直播 跟我说说你去养鸡场直播 啥也不用干 你就追着鸡跑 你让大家看看 咱这都是走地鸡 还说我给你说 这个直播间的名字我都想好了 叫成胜追鸡 我都疯了 我说你要是光追鸡的话 你是不是放条狗就行呀 除了在农村里养成这些技能之外 我在大学还学会了修电动车 因为我那个时候花二百八 买了一个电动车 就那个电动车破的呀 就是你给电 它不光往前走 它还一直在那抖 就你坐一会儿 你身子都麻 有一次一个女孩坐了一次 跟我说说至少 你这个电动车是不是漏电呀 真的我第一次坐电动车 晕车 哎呀真的 关键是这个电动车 它还老坏 就有时候骑到半路 它就坏了 我还得停下来修车 真的有时候修车 吃热了 路过的同学都惊讶 说这个同学到底什么专业的 他怎么也不学习光修车呀 真的 所以《众地霸少年》 这种节目真挺好的 我就希望 以后能多出点这种节目 什么蒙面汉将 拜托了电动车 养猪秀大会 我昨天是在节目上 最闪耀的那个 谢谢大家 今年啊 今年真的是 有一些奇妙的经历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我们大学 让我回去做一个 成功经验分享 我都忘了 我说我这个成功 是不是太偶然了呀 老师你就往普遍的讲呀 你又讲讲 咱们这个材料专业 是怎么在你成功道路上 帮助你的 我当时想了想 我说我这个头发 确实在学咱们专业的时候掉的 就脱口眼缘 真的没办法做这种分享 你想我去了说啥 我说同学们 上课一定要认真听讲 因为你一走神 就接不住梗了 老师还跟我说 你就讲讲努力 才是你成功的关键 我说关键是 我也不是靠努力 长成这样的呀 我真的 其实这些励志的东西 我考研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 当时我考研的时候 最火的一个视频 就是一个老师在那 说你这个年纪 你睡得着觉 就这个老师 他是教啥的 我现在都不知道 但他让所有考研的人 都睡不着觉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我热血沸腾 直接射成闹铃了 每隔五分钟 老师就出来一声 你睡得着觉 老师喊了二十多次 我还睡得着觉 后来他只要一喊 我就把它按掉 最后就变成了 你睡 你睡 真的考研的时候 那时候要看那些教学视频 也是老师在里边 给你讲讲知识点 再励志一会儿 结果我就光调励志的部分看了 就励志半小时 学习十分钟 看完作题 还是啥都不会 但浑身都是劲 热血沸腾的不会啊 有时候真的就 这一颗的励志 都不够了 我有时候学数学的时候 得看英语励志 就我从头看见都懵了 说智圣 你是看不懂这个声音 和考声音 这两个单词是吗 大学真的很热血 我还跟着我们班篮球队 去打篮球 真的当替补 就是其他人的身高 平均身高 一米八八 我一米七一点六 就我混在其中 就是看了之后 你说这个人 他在篮球上 一定有过人之处 看了一会儿 你就发现 我都不会过人 真的有一次 我们的中锋受伤了 他们让我上去防 对面一米九一的中锋大哥 给我说这个战术 叫田济赛马 我都疯了 我说田济赛马 你是不是也得用下等马 去对上等马 你这弄到条驴子能行吗 真的 那天你别说晒跑了 差点让上等马 把我踢死 大哥一个转身 把我夹 夹在窝里了 我被夹着 我也不敢生气 就怕别人说我窝里横 我在那是真防守呀 他们打球还全是假动作 有一次我防守 我都没跟上 对方都走到南下了 都没人了 他做了个假动作 又把球投进了 我说你这不有病吗 这都没人 你做什么假动作 害得我在原地 又跳了一下 真的 大学这些热血 都没有什么热血 大学最热血的 还得是期末考试 三天学完一学 记得看热血 真的 本来时间就很珍贵了 经常找教材 还花了半天 我肯定是临阵磨枪 找不到枪 真的 经常就是十张的内容 前两天 稳扎稳打 学了一张 最后一天 学了九张 最后考试 也是九死一生 这个时候你就看 学霸身边 就全是学扎 在那里嗷嗷待哺 人家学霸还负责 说这个在科研上 很重要 你也急了 我不想知道重不重要 你就告诉我考不考 哎呀 高等数学你只学三天 量子力学你也只有三天 关键的三天 还是同一个三天 真的 我可真行 高中牛顿力学学了三年 量子力学学了三天 三天是什么概念 我都没来得及和量子纠缠 真的 所以我大学 真的是热血沸腾的 啥也没干成 就我也没有资格 去给大家分享啥 但是我就想 给喜欢我的大学生们 就录一个闹铃 就说你这个年纪 你看得下去投口秀 你看得下去投口秀 好吗 小声哩哩哩哩哩 大家好 我是圣 真的 就现在我的微博下边 除了绝美就是老公 你知道吗 现在还有人在老公的评论下边说 你真勇敢 我都喊不出口 但是最近大家都说 说许致上投口秀 没什么思考 对于这个问题 我很认真的思考了一下 我发现 我就是不会思考 而且我现在真的是 一般都是睡觉前才思考 不睡觉不思考 一思考就睡不着觉 真的 我现在都是得努力睡会儿觉 玩会儿手机 玩会儿手机 再去努力睡会儿觉 我都生气了 我说这怎么睡个觉 还开始摸鱼了 真的 就有时候 你在睡觉之前 刷短视频 真的很容易焦虑 有时候本身就睡不着 刷着刷着 刷到了古爱玲的视频 说他一天最少要睡十个小时 是真有点急了 说事业没人家成功 怎么睡觉还睡不过人家 真的越想越沮丧 最后都得硬劝自己 说没事 你想想 古爱玲工作的地方 那可都是下坡路呀 我看上去就不是太会思考的样子 就大学的时候 文语文在那统计节目 问别的同学 同学你会唱歌吗 同学你会跳舞吗 但我说 同学你会演小品吗 演了四年小品 最后毕业晚会的时候 老师很兴奋 跟我说 至上快来吧 这里有个角色 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去了一看 让我演个太监 我在那里有点抗拒 老师也看出来说 至上实在不行 你先演演黄色 但是我发现 我在那演黄色的时候 脑子里就老有一个想法 我说旁边这个太监 他到底会不会演呀 因为旁边那个太监 他满脸大胡子 我说这是怎么进的功呀 这是溜进功的吧 一个太监 让他演的声音红亮 眼神轻色 关键还一身正气 我这个皇上在旁边 显得那就一个卑躬屈膝呀 我说你要实在不会演 咱家就教教你 后来我们就换回了 老师可是太开心了 说这一下子就全对了 皇上有了皇上的样子 太监也有了太监该有的样子 我就感觉我之所以显得 背公屈膝啊 就是我因为我 头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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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还为了改变这个习惯 我还想着去练瑜伽 把气质提上去 我发现练瑜伽 最痛苦的都不是练 而是瑜伽老师让我穿了个瑜伽裤 真的是又黑又紧身 我当时看到第一眼 我说我穿这个 会不会有些太性感了呀 然后他跟我说 你穿上脸舒服 但是我发现我穿上之后 瑜伽老师看我的目光 一下子就开始闪躲起来了 瑜伽老师整不舒服了 在那里给我说 说这事 其实不穿瑜伽裤也可以的 就当时老师的目光 既没办法盯着我的脸看 也没办法盯着我的腿看 当时我就感觉 我这还得去头去尾 可是呀 我这还真是一个 瑜伽男孩 而且上课的时候 第一届课 老师在那里教我站立 我说老师 咱那个课挺贵的 咱就别教这么基础的了吧 老师说行 咱们接下来学呼吸 我都疯了 我说我总看那个表情包 跟上团队 赚钱就像呼吸一样简单 我说这个团队 说的是你们团队呀 但是我就发现 这个花钱学的呼吸 跟平常的呼吸 真的不一样 我当时每呼吸一下 都心疼 而且真的 我在那练瑜伽的时候 真的特别努力 随着轻柔的音乐 动作越来越吃力 表情越来越猙獰 老师说你这怎么光表情用力呀 你来我这练脸来了 真的就和大家练了一节课 老师就跟我说说 自圣 可能你不能给大家一起上了 你要单独辅导 跟我说这个人心是向外的 常受外界的干扰 容易紊乱不安 我说没事老师 我可以克服 他说自圣 你就是那个外界的干扰 你再穿个瑜伽裤 那是宇宙级别的干扰 但是我发现真的 就是最好的方式 真的不是瑜伽头本 我回家之后 我跟我妈说 我说我靠瑜伽脚子头本 我妈三秒钟 我只好说 在迟了 好了 讲这里 大家 谢谢大家